乖乖乖乖乖 认识海南人 一定会认识海南鸡饭 海南人不只是海南鸡饭而已 还有很多海南文化 跟海南美食 不太有点 你上完一下 你看看 全部都是海南美食 这个跟我们海南人的历史 有很大的关系 那时候 福建人 潮州人 广东人 客家人 他们都来得很久 海南人 可以说是最迟来到新加坡 要找工作 就有点困难 我还记得 我爸是跟英国人工作的 所以当时候 他掉到船上去工作 他是当厨师 那时候 那时候 洋人走了之后 我们海南人 就利用我们所学过的一些知识 创出一些本地熟悉的口味 洋人有那个 咖啡 咖啡 我们也有自己的 咖啡 烤面包 咖啞 骨油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慢慢开发了本地的 咖啡养文化 以前很多海南人都是住在靠近 海南银森 看什么 海南его 所以呢 我一定要在海南二街 Perville Street 开一间 British海南餐馆 为了纪念我们 海南人的历史 海农阿哥 帅 22岁之前的照片 无于无利的时候 而且 很多女人追 满帅就对了 農友和阿婆 照顾農 包吱都不用说 海南人 就用说阿婆 他怎么行 海南人就这么陷入 其实海南人的贵在新加坡 没有几样而已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衣卦 衣卦主要的材料 第一就是用糯米粉做的 馅料就是椰子、花生、芝麻跟姜 在新加坡婚伤喜庆 都是可以吃衣卦的 其实我们海南人也是有 我们海南月饼 我们有两种不同皮混合在一起 它有一点酥酥 它也是有一个名称叫做 海南苏圆饼 口味就有一点甜咸胡椒辣这样 所以这鸡落来熄 然后虽然过来的 有没有海南饼 你们可能不知道 新加坡士林是海南人研发的 我的祖父 Niam Tung Bun 1912年 在Netflix Hotel Long Bar研发的 有些同乡呢 就跟那个英国master 学那个烹饪 他们没有钱去买刀 刀也很贵 记得他们有那个剪刀 就拿出来剪 去捡那个配料跟的猪肉 就变成了一个 咖刀剑的来源 在我們多元種族的新加坡 為了生存 海南人因地制宜 打出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你會講海南話嗎 不怕啦 不怕比達Teksi囉